欢迎收看突发奇想 我是安又齐 拜登退选的第一天 台股吓到一口气崩跌了600多点 不过随着贺锦丽这个人选服上台面 台股果然实力坚强 一戏之间就回魂了 今天不但一口气给它涨回来 也涨了600多点 而且还创下了史上的第二大涨点 这到底反映出台湾科技业 什么样的实力还有韧性 不过讲到贺锦丽 原来她在副总统任内 才跟赖总统还有张忠谋见过面 虽然外界都说贺锦丽一向亲中 不过现在在美国的氛围底下 如果将来是贺锦丽上台的话 除了她现在对台湾的态度是什么之外 她真的敢亲中吗 当然面对贺锦丽还有川普 这两位未来可能美国总统人选 由于个性截然不同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台湾自己做好了准备吗 我们到底应该预先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 而赖总统任内的第一个台风呢 现在呢席台的几率呢 据说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不过还在游移啊 这个路线呢还在持续的修正当中 但重点是你做好防台准备了吗 好 先为你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资深政记者中年华 又齐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郭艾斯吴静怡 大家好 淡江战连所所长欧明贤教授 大家好 财恩专家邱敏宽 又齐好 大家好 国民党桃源市议员林涛 又齐姐大家好 好 还是先来看到 哇 台股的底子果然有够厚 就在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才一天的时间火速回魂 而且这一冲呢 就创下了史上第二大的这个涨点 台积电更是勇猛地甩开了 这个川普阴霾 今天一口气呢 也涨了四十块钱左右 当然接下来还是要看 民主党的贺锦丽呢 在定于一尊之后的后续效应吗 来跟各位谈一件事情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 一转眼只剩一百多天 但据传上个礼拜 拜登非常的挣扎 为什么呢 内心很折磨啊 我五十年的一个 从政的一个经历 难道就要断送在这个地方了吗 没有想到很多人都说 到底谁要去说服 所谓的老拜登 这个时候呢 他两个跟着三十年的一个心腹就说 我们跟了三十年了 我们去讲讲看好了 两个心腹去 然后就直接跟拜登说 我知道你是一个名理的人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字好了 结果拜登看到那个数字 手瑟瑟发抖说 好吧 那就这样子吧 为什么呢 因为内参民调真的是差太多了 但在上个礼拜 据传啊 那个好多的金主 美国的总统大选 是很特别的 极度的花钱 多少金主 一毛钱 一毛钱 一块钱 一块钱 百万百万 这样子一直堆哦 据传上个礼拜 拜登气到就说对逼宫的人 讲那种F字啊 直接骂 直接骂脏话了 先跟各位谈哦 拜登要让他骂出这个脏话来 各位就知道他的整个内心有多么挣扎了 但就现在来看的话 贺锦丽应该是稳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是万事皆备 只欠东风 为什么呢 跟各位谈哦 现在有两个人 一个叫欧巴马 另外一个呢 就叫裴洛西 可是呢 这两个人 到底他们的表态时间会怎么样呢 全美国现在五十州 民主党的所谓的各州的主委 都已经牵制了 就说救他了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来看哦 裴洛西他表态支持了 他就说 我对贺锦丽有信心 而且目前民主党的大佬 跟潜在的所谓的总统竞争者 他们通通都跟进了 简单的说 现在就是什么呢 现在就是死鬼 我大病了啦 就是你啊 就让你去出嘛 所以就只差全代会了 那只差全代会的时候呢 想不到呢 这个时候呢 在中国还出现了一个案外案 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都知道 老拜登81岁了 那老拜登81岁呢 这一次就是第一个 他把他的整个总统的 把他总统的责任 全部进完之后 他就会转身离开 所以呢 中国的中文的一个网文 他就说呢 把他赶下台 就这个把他赶下台 他先说什么呢 他就说 哎呀 我们来看看拜登啊 拜登第一个 他交出的权力 走向了台下 回家抱孙子啊 其实这个是对国家 最大最大的一个贡献 然后呢 这时候大家一看 不对啊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看着太阳 色和尚啊 发生什么事呢 讲是讲拜登 其实是在讲习近平 为什么呢 习近平一呆呆十二年啦 然后现在呢 他的整个继位者 他也没有说哦 也就是说 第一个十五年他会当完 然后呢 可能第四任他会继续当哦 所以呢 借着拜登的一个退选 影射习近平的一个站位哦 文章又不见了 哎呀 文章他就又不见了 干嘛这么心虚 自己对号入座啊 他一定要对号入座 因为他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久 如果你做得久 把国家带着心心向荣 也就算了 但中国现在的经济 真的是一摆一摆的 这个很麻烦啊 好回头来谈贺锦丽哦 现在呢 对于民主党来说就是 胜败就在这个时候了 所以呢 贺锦丽一上台 这个时候呢 台子一定要搭的高高的 那就贺锦丽来说的话 贺锦丽是雅买加混印度裔 她的整个身份出身 是非常具有所谓的一个特色的 所以拼搏首位 非裔的一个女总统 贺锦丽这波超吸金啊 为什么呢 据传24小时之内 所有的民主党说 一定要把资金给他 让他远远不觉得 资金可以去跑后面 所有的台子 所以呢 募款了26亿的一个台币 居然创下了所谓的 历史的一个新高哦 这个时候有新人士啊 一个先团结 民主党一定要团结 然后这时候呢 当然要给整个 所谓的拜登去扣小鞋嘛 他就说看看我们贺锦丽 贺锦丽什么出身的呢 加州总检察长出身 参议员出身 副总统 看看我们现在的 川普 川普是什么呢 哎呦 川普大商人 大明星 曾经当过总统 但他也是一个重刑犯 他也是一个重刑犯 所以现在就是检察官 要来对决 所谓的一个重刑犯了哦 但重点是在于 你说政权换将 有没有过 美国有过 但是我们翻盘过呢 没有 所以政权换将 是大忌犹 目前贺锦丽接放 真的能够逆转吧 前几天我们有跟各位说过 那个时候美国他们的民调 当然我们说的这个都是近期的民调 越往整个选举会越近 这个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拜登对上川普 川普是71% 对上拜登的17% 然后现在呢 川普对上贺锦丽呢 整个川普是62% 贺锦丽32% 其实还是差一倍 其实还是差一倍 那目前呢 整个贺锦丽 先跟各位说 她现在真的学乖了 贺锦丽过去呢 有时候大家都会说 她是政治小白 经验不太多 很多人都说 她心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幻想 对于政治是不实在的 但这一波起手势很漂亮 为什么呢 那目前呢 整个贺锦丽 先跟各位说 她现在真的学乖了 贺锦丽过去呢 有时候大家都会说 她是政治小白 经验不太多 然后很多人都说 她心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幻想 对于政治是不实在的 但这一波起手势很漂亮 为什么呢 她起手势就说 第一个她先称赞拜登 她就说 哎呀成就啊 超越过很多 做两任的一个总统 先把整个拜登捧得高高的 那当然 我要继承她的一个法统嘛 然后未来她的战略跟战术 大概会跟整个拜登差不多 目前有三家的一个民调就说 不要急 不要慌 目前贺锦丽是领先 所谓的一个川普的 但先跟各位说 这三家都有机构效应 都有机构效应 好重点来了 那现在大家开始 我们台湾也会左看右看嘛 过去我们再跟各位说 川普时代 川普是嘴巴对台湾很刻薄 但其实她的行为 对台湾还不错 我们要讲实在话 那个时候最好的军备 很多的那些 所谓的商业贸易等等的 都是对我们台湾都做的还不错 但贺锦丽 现在跟各位谈第一件事情 贺锦丽曾经在宏都拉斯的 总统就职大典当中 跟整个赖清德总统有过一面之缘 而且双方是交谈甚欢 这个其实都当时都还有画面出来 贺锦丽也曾经在APEC的时候 特别一趟路去请议张忠谋 她就说张忠谋先生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可以一个人把台积电 做到整个全世界领先的一个脚步 所以还进行了 所谓的场边的一个会面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第一个贺锦丽会持续 对台湾强力的一个支持 维持美中的一个竞争 好 这时候所有的观众会问啊 那到底谁 获胜的几率会比较高呢 有一句话说 习贵挖大兵 整个素倒侯孙散马 对不对 我们来看那坦雅胡 那坦雅胡 这两天去访问美国 对不对 美国现在还是拜登当家 所以当然要跟技术文官先谈 结果他这时候 做了一个动作很特别 他要去拜访川普先生 所以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 他在七月二十二访美的时候 要求亲自去拜会川普先生 因为川普现在不是政府官员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 目前以川普来说 不管是气势 不管是民调 不管是看好度 整个川普还是比较强的 不过拜登退选之后 余波荡漾了 包括拜登的这个前幕僚 在上这个美国 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呢 哇还这个三男类下 说拜登的这个决定呢 真是极致的爱国表现 就请教学伟 这句话也不知道是包还是扁 但是不可否认是说 当拜登在宣布退选的第一时间 他也马上力挺贺锦丽 来当他的这个接班人 所以这个也有美国媒体解读说 他这个是在跟逼宫者 做一个这个抗议 那你怎么看 可是现在裴洛西 也是传说中的逼宫者之一 他已经跳起来 这个跳出来 这个支持这个贺锦丽了 所以你怎么看 这个目前为止 这样的这个状况 当然这个范斯打这个贺锦丽 感觉上比拜登的力道还猛 她说贺锦丽比拜登烂一百万倍 所以这个贺锦丽到底是没有这么弱 而且呢 大家在台湾 很多人其实是不能够信任贺锦丽 但是贺锦丽呢 其实才跟赖总统曾经会过面 而且呢在IPEC也见过这个张忠谋 她的态度到底如何 你怎么解读 如果将来是贺锦丽的话 会是什么状况 其实贺锦丽我先讲一下 她对台湾未来的可能的关系 那大家讲说洪杜拉斯总统的那个就职的典礼上面 他曾经碰过我们的走现任总统赖清德 对不对 而且以前IPEC两度遇到张忠谋 说真的在IPEC那个场合里面 大家就是先昌华一下 大家打个招呼而已 说真的里面 如果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交谈 或什么东西更深度的话 我觉得是不大有可能 那更何况你看 那个跟赖清德总统那时候碰面的话 那也是大家都来宾嘛 那搞不好他只是了解一下说 哦原来你是台湾的副总统 现在是总统 这个连结到底有多少不知道 那可是我想说 其实贺锦丽以前对中国的关系 尤其民主党对中国的关系 本来就是比较友好的 而且我昨天一再提到说 那个贺锦丽的老公 任德龙 他就是一个欧华投资公司 叫律师事务所的一个老板 对不对大股东嘛 他的客户全部都是中国的巨商嘛 对人家就在一直担心说 哎那你如果真的贺锦丽 当了总统之后 你老公会不会就藉由这种关系 把中国的关系带进华府里面 这是很有可能的哦 说真的啦 在今天大家也知道 这个很多事情就是金钱嘛 或者是权利嘛 对不对金钱产生权利 那你当了总统之后 哎像昨天 他不是一个一小时的捐款 三点多亿 一天的捐款将近16亿 对不对 人家讲说这个会不会是 中国利用这个关系 把钱捐进来 对不对 那当然大家是想太多了 不过大家为什么会这个联想 就是说实在话 就是贺锦丽以前跟中国的关系 他是比较密切一点的 那会不会对台湾产生影响 我觉得是不大有可能 为什么 上台之后你毕竟还要注重一下参众议员 或者是其他党 在野党 就是他可能还有美国的氛围 对 如果他当选之后 我说如果他真的有幸当选之后 他还要顾虑到其他党啊 或者是整个美国 就像主持人讲的 现在反中情绪在美国是越来越高涨嘛 对不对 那你怎么有可能说整个滚滑 去碰起 没什么可能 可是他会不会慢慢慢慢改变 对中国的关系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啦 好那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讲说 那 拜登退选对 我们看到这张图 我感觉你看 真的是快要走出框框了 对什么叫做 你看那个拜登一说他退选对对 马上time杂志最新的一个封面 就把拜登连连都看不到了 只剩下一个咕咕的一点点背影 有没有 真的快要出框了 对告诉你说 你拜登已经是过去世了 你看这么快 这个我觉得太杂志真的太太太狠了 对不对 说真的 拜登接下来在他下一任总统就职之前 他还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总统了 对对最有权力的人 你竟然用这个 扣碎 说真的拜登情何以看 不过我讲实在话了 我突然间想到 明朝有一本书叫做清柔孕语 他是讲说清柔里面的人 他讲说什么 来的都是客全平全印朗对不对 相逢开口笑 过后不失凉 人一走茶就凉 让我觉得说这个官场跟清柔 长得还蛮像的 拜登说真的 现在流来 大家都一直打漏水狗 最近一直在骂拜登的事情 有多少 你知道吗 而且他们觉得我昨天不是讲过说 在后面有被刺 拜登的有七把刀 对不对 落到烤烤烤地 其中有一把刀真的到目前为止 大家还是对他的关系 就觉得说你到底 有没有要挺那个贺锦丽 那个人就是欧巴马 对 其实欧巴马 其实好莱坞的很多影星 都是支持民主党的比较多 欧巴马那时候就跟拜登讲说 你看 我把号召还好莱坞所有的那个 很有名的那个 那个影星 全部请来帮你助讲 这样 哪知道一来之后第一件事情 乔治克隆尼 第一个就是叫拜登下来 你看而且接下来又有什么 勞伯迪尼诺 巴巴拉斯翠山 你看一堆人 全部都叫拜登 早就该下来了 你看我们是很爱你 但是你还是退选吧 退选 因为现在退选了 大家一直把他捧上天 说什么爱国情操 什么最受尊重的人 最有最最值得尊敬的 美国总统 对不对 最影响力最大的美国总统 可是说真的 你就走啊 对不对 走也没关系 反正彭尼什么都没有用 对不对 你看接下来 像培洛西也是啊 培洛西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他就觉得很多人就是讲说 他一直在带风向嘛 你看一堆人哦 全部都叫拜登 早就该下来了 你看我们是很爱你 但是你还是退选吧 退选 因为现在退选了 大家一直把他捧上天啊 说什么爱国情操啦 什么最受尊重的人啊 最有最最值得尊敬的美国总统 对不对 这影响力最大的美国总统 可是说真的你就走啊 对不对 走也没关系啦 反正彭尼什么都没有用 对不对 你看接下来 像培洛西也是啊 培洛西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他就觉得很多人就是讲说 他一直在带风向嘛 嗯 大家讲说这一次拜登会下来 最大的就是培洛西一直在带风向 加上什么 他的那个那个那个 参议院的那个领袖苏默 有没有 大家一搭一唱的 所以拜登到最后真的不得不下来 可是现在随着消息越来越多 他觉得拜登最后压垮他的最后跟稻草 其实是因为民调 我们昨天才讲金主嘛 对不对 金主当然是最严重的 现在是因为民调啊 因为他们很多的内参民调都告诉你说 拜登恭请假 在川普中了那一枪之后 他的民调真的是一直往下 而且说真的其实拜登这个人说真的很可怜 我也觉得你回顾他的一生 好像回顾好像他走了 不是我是觉得你回顾他的一生 你就觉得拜登这个人 他花了五十年 好不容易才登顶 说上他的总统大卫人生的巅峰 可是你有没有他下来的时候 真的速度又快 那个等于是从高空坠落 而且很残酷无情 你有没有发现一堆人跟着踹他一脚 拜登那时候二十九岁 他就是最年轻的参议员 全美最年轻的参议员 可是他八十一岁是全美最老的总统 你看这两个一比较一下 大家觉得说 那机关怎么查这么多 那可是拜登人家就一直在讲说 你看他最近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 常常名字叫不出来 或者是搞错啦 其实我是觉得拜登 大家如果了解他的话 你真的会抱与同情 拜登他从小到大 他就有口级的问题 他是有语言障碍的 所以他花了很大的时间 克服这个语言障碍 你知道吗 到了年纪大了之后 当然要现行啊 对不对 你脑袋跟你的嘴巴 已经没有办法连结起来的时候 所以说他真的是花很大的力气 在讲话上面 所以你看你的幕僚竟然不了解你的总统 你的老板是这样的情况 你还让他在 赴欧洲访问两次的情况之下 到美西区访问的时候情况之下 逼他上场去跟川普去做辩论 我说真的这个幕僚真的不及格 而且说实在这些幕僚 在这个目前为止 你还没有办法 帮拜登讲了一个很漂亮的 对外讲一个很漂亮的话 让人家觉得说 你拜登真的是逼不得已才下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拜登真的 你今天退选的话 是种种很多因素加在里面之后 才造成这样的 好那大家就讲说之前 贺锦丽如果不是美国总统 下一任民主党的候选人的话 有可能是谁 对不对 那大家也想说说 他的副手可能是谁 那大家之前有讲过说 加州州长纽森 对不对很有可能 56岁的纽森 你看是不是可以搭配他竞选 可是我跟你说实在话 纽森他现在名义正高 名义正高的人 他不会在这一局搅混水 说真的这一局在进来的时候 怎么说 可能怎么看也不行 所以他的目标 应该放在2028年 那大家讲说 宾夕法尼亚州长的夏皮洛 对不对 夏皮洛会不会有可能 我跟你讲 拜川普这次中枪在哪里 就在宾州 对不对 他即使这个摇摆州 他拿得下来 对不对 可是中枪在宾州的话 我觉得那整个宾州的情势 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应该也不会在这个时候 出来 那大家讲说 宾夕跟州长 那个惠特没有 有没有 他以前是批评川普的汉将 可是他马上第一时间跳出来 说我支持贺锦丽 为什么 说真的 大家在未来有希望的情况之下 都不可能跳进去混 躺之躺混水 所以贺锦丽接下来 即使民主党提名 他为总统候选人 对不对 可是他的副手 如果他想要藉由这个微微加分 我是说微微加分 不会加分太多了 如果靠这个微微加分的话 他的副手人选 可能也要花一般心思去努力 不过看起来这次的选举大概大肆底定 今天只不过说 民主党 现在就要趁这个机会 对不对 换了贺锦丽上来 全股凝聚 全党凝聚一个士气之后 看能不能在11月的投票 不要输得太难看 为下一次2028年 再一次拼搏 那个拼搏川普做一个准备 不过您的话 其实因为上一次美国总统那个教训 所以现在也很多人都在讲说 台湾其实我们现在也不是说完全压保哪一个 当然我们对两个候选人 我们都要非常的这个了解 像川普这一边 川普最近讲了这个说 台湾因为抢走了美国所有的这个晶片生意 然后现在变得很有钱 所以如果要美国保卫台湾的话 我们得付这个保护费 这个话说出来之后 其实美国媒体是非常重视这个事情的 非常重视这段话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很多美国媒体的分析 都在提醒川普要川普看清楚 台积电对于全世界 甚至是对于美国本身 有多重要的影响吗 对 如果以两位贺锦丽 如果真的变民主党中的候选人 那台湾对于这两位候选人了解 可能对贺锦丽稍微陌生一点点 因为毕竟她过去四年是副总统 那对川普因为川普执政过 所以我们对她的跟她国安团队 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那对 但贺锦丽的国安团队 将来的国安团队 应该台湾也都相当熟悉 因为就是民主党的系统 那上礼拜四 我记得我在节目中讲说 我怀疑川普是空头大司令 他一讲就跌 但是没关系 我们身体健康 不怕病毒侵袭 很快今天就恢复元气 夸张 那川普讲这一段话呢 其实可能他真的对于 整个半导体的产业 真的不够了解 谁会讲出这么的外行话 所以像很多美国媒体呢 都用各种方式 不管这个媒体是 比较支持共和党 或比较支持民主党 大概都给他上上课 比如说呢这个 这个彭博社 彭博就告诉川普说 你记得四个数字 792 33 45 为什么是7000呢 因为他说川普你一句话 美股市值掉了7000亿美金 美股市值掉了7000亿美金 所以我说他是空头大势力 没有骗人吧 真的不要随便讲台湾 因为除了台积电跌 所有台积电代工的 徽达高通 Google Meta 特斯拉全跌 全倒 对全倒 7000亿美金 一夕之间不见 7000亿美金 对不是台币 是美金 好第二个数字92 就是全球先进制成的半导体 金元有92%是台湾制造的 对 另外8%是韩国制造 那美国制造多少呢 零 零 美国要一直到 他们的计划是到2030年 可以掌握全球的先进制成20% 但是我想以台积电 亚利桑那州 这个厂的进度恐怕不容易 第三个数字33 也就是说 包括辉达AMD超微博通 还有高通 台积电上超大供应商 三分之一 他们的制造晶片费用 三分之一 给台积电赚走 他们自己不会制造 他们不会制造 他们主要 这几家公司都是做IC设计的 那都是靠台积电吗 他们就IC设计 之后给台积电做 所以台积电有办法 帮他客制化 这台积电厉害的地方 第四个数字叫45% 也就是说 这些美国 我刚刚讲的一些企业 包含Google的母公司 Alphabet 亚马逊等等 他们买了晶片之后 转移卖给其他业者 占了他们这些公司 45%的销售额 那这些公司的45%销售额 有多吓人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这些 几乎全球市值前十大的公司 对好可怕 所以你就知道 他的销售有多大 然后你问他们 敢不敢不要跟台积电买 不然要跟谁买 不是 那就他如果不跟台积电买 那就回到石器时代嘛 对啊 那真的用手磕吗 应该不会吧 没错 好那再来这一家这个 这个叫做Tema ETF 首席投资产业有理 他就说呢 他说他先下结论 就不管最后谁当选美国总统 制造业回流美国政策 会持续推动 而台积电就是主要受益者 这里面讲了两部分 就制造业回流美国是拜登 其实川普任内就开始在喊 但是川普所托非人 找了郭台铭 就工厂没盖出来 现在变烂尾 那拜登持续推动川普这个制造 这个是美国的大政策 不管谁执政都有 因为制造业回美国 他们才能够有好的工作机会 收入才会增加 所以这一定会做 那为什么台积电主要受益者 因为现在就是AI的时代 就是晶元的时代 对 你要推动制造业回美国 你能少掉晶元代工吗 那你能少掉台积电吗 而且别忘了 台积电不是自己回去 不是自己到美国投资 台积电到任何一个国家去投资 他带去的供应链厂商 都是一大串 一串肉粽做的串过 因为供应链一定要就近 提供产品 比如说你使用的光照 最简单到装晶元的塑胶篮子 这个都是他的供应链 你台积电去 你说这供应链要不要去 他当然要去 我不可能所有东西 都从台湾空运过去吧 那成本不符合 所以台积电去 光是亚利商纳厂 他就提供六千个是高阶工程师工作机会 基层建筑工程大概是两万个工作机会 一个厂而已 多少个工作机会 这只是台积电一个厂 你还不算他供应链 那你想想看 当这些人聚集在这附近 他要不要住 他要不要吃 他要不要娱乐 他要不要买购物 这些都是商机 所以台积电为什么是最大汇率 因为你现在就是AI半导体的年来 现在什么东西没有用到晶片 那你用到晶片 你就会想到台积电 这道理很简单 好 很巧合 就是在川普讲话的隔天 台积电正好开法说会 所以所有的记者 包含国内国外的记者 通通问魏哲家一个问题 川普讲这个话 你们台积电到海外布局会不会改变 魏哲家很酷 说海外投资计划目前没有改变 虽然面临地缘政治新挑战 但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地位 仍然无可动摇 这句话很客气 但是也很霸气 对 就是无可动摇 而且今年的法说会呢 对台积电来讲 他创造了一个新的 就他把半导体产业做重新的定义 那他提出了一个叫做 Fungry 2.0的概念 晶圆制造2.0 什么叫晶圆制造2.0 过去我们讲晶圆制造 可能只有讲到晶圆代工 跟最多到封装测试 但是台积电提出的概念 他是把从 这个包含IDM的系统整合 全部把它算进来 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以降低台积电 在全球晶圆制造的市占率 避免反垄断的托拉斯的调查 所以呢 用魏哲家新定义 台积电市占率 从现在大概六成多快七成 剩下不到三成 一方面可以避免 商务部启动反垄断调查 同时也让各国政府 要重新重视台积电 那但是因为商务部 美国商务部 毕竟是他国事务 他要做 有没有认定你是反垄断 是商务部说了算 但是魏哲家 他是希望用台积电 在业界跟全球的 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力 可以把这个半导体 所谓的半导体 或晶圆制造 这个丙把他扩大 可以把更多的产业 把他拉进来 一方面对台积电 一方面对整个产业也好 那川普讲的保护费的部分 我们来看这个蓝营的朋友们 怎么解读 前国安会民众书起 他说台湾当局 现在全部押保在美国身上 一方面告诉老百姓 美国一定会来救我们 大陆一定不会打过来 但另外一方面 民进党内部不做任何战争准备 像是国防预算不够 但要不补充 征兵也不要 台湾基本上 就是很安稳平静的过日子 所以书起 你要不要跟赵浩康 王宏威 你们先串一下口供 你们三个人讲的话 是互相矛盾 第一个 我们政府从来没有说 中国不会打过来 要不然我们这几天 汉光演习是在演习什么 是做心酸的吗 我们今天中午才经历过 晚安演习 对不对 警报才想的 后备军人较召的 同性演习 不就是这几天在做吗 这个不是就在为 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 我们当然不要战争 但是现在要不要战争 不是我们台湾决定 是我们隔壁 那个流氓决定的 他要打你就得战 对不对 好 那所以民进党内部 有没有做战争准备 有嘛 这几年我们的国防预算 我们今年度的国防预算 已经到GDP的二点多了 虽然不到三% 但是已经增加很多 蔡英文执政六年的国防预算 已经增加了七成 如果是跟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 就马英九任内最后是编的国防预算 增加了七成 你这样叫不准备战争 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我觉得这个说不通 那你说美国会不会来救我们 拜登不是讲过很多次了吗 美国不来救 请问他是要放任台湾 就变成被中国控制吗 不是说台湾多伟大 也不是说美国跟台湾的交情有多好 是因为台湾如果被中国控制 他会违反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吗 这个是最现实的问题吗 所以我觉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希望这些国民党的朋友们 就要过过大脑 不要用膝盖式的反射 反正就跟中国谈 我们没有不跟中国谈啊 他跟你谈的前提是 你要接受一个中国 那就不用谈了吧 现在已读不回的 也不是我们 不过我们建议 特别把林涛请来现场了 因为他才刚从美国回来 而且据说你到美国去 就是去参加了川普所属的 共和党的全代会 来跟我们说说你的第一手观察 所以基本上现在 我还有非常严重的时差 你知道我们其实当时候 从这个这个芝加哥的机场 一降落之后 马上驱车达到这个 全代会的会场 Milwa就是这个Milwaukee Milwa这个地方 就是在芝加哥 大概开车一个半小时以上 就在在上面 他是威斯康星州的首府 那我们到达大概九点半 十点你可以看到全城 那个维安是几乎到史无前例 为什么 因为川普才受到枪击 所以他住的 我们讲的就是不管是川普 或是这些共和党政要住的地方 几乎全部围起来 围到几乎是半封城的状况之下 所以维安那个层级真的有提高 而且滴水不漏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整个半封城 我们的巴士 要到这个全代会的会场 都要走超远的 会场我们几乎都要走半小时 才会到巴士尔抵达现场 你就看到他整个的会场 是一个球场 可是他已经把旁边全部的结果 全部都包起来了 那你自己去看这一场 其实你看到这场在现场 他感觉前一天是感觉很树木 好严肃大家就是诡决的气氛 到底这个子弹发生之后 全代会是成功还是失败 大家全球都在瞩目 结果一到现场 你发现那个宛如在办那个球赛 办那个嘉年华 大家是欢欣鼓舞 兴奋 那个兴奋的气势之高 其实是史无前例 所以我们在讲说 你这个川普在子弹之后 他跟川 他跟拜登的这个我们讲的民调 差一趴而已 没有差很多 可是在全代会之后 简直是压倒拜登 最后一根的稻草 怎么说呢 这全代会总共有四天 川普自己口中讲 他说我们四天的全代会 总共花了六十亿台币 两亿美金 四天全代会花六十亿台币 然后他直接跟那个现场的 威斯康星的 密尔瓦基的市民说 我们在这边创造了 超过六十亿的经济产子 你们要投我吧 他直接抢票 好聪明 对很聪明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摇摆州 有多用心 威斯康星州 当然是传统的摇摆州 加上大家知道 他后来提名了 J.D. Vance J.D. Vance 其实就在宾州 在我们讲的 欧海尔 跟这些威斯康星 就可以唤起 基层白人的支持 因为J.D. Vance 他就是基层白人 然后一路翻身 他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所以整个全代会锁定的是 美国摇摆州的基层白人 那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这四天三大主轴 第一个主轴是什么 团结 在川普这个出来之前 全面跟他初选 臭大臭最大的海力 就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力 对不对 他出来直接说 我支持川普 就算你对他有不同的意见 只有下面 因为很多穿本就噓他 噓 怎么可以有不同意见呢 当然是支持我川最大呀 所以海力出来了 然后前佛州 不是 现任佛州的州长 也出来 在过去跟这个川普竞争 他也出来支持川普 所以第一天 最大的事情叫做大团结 这大团结 让整个共和党的民调 从第一天就往上拉 那第二天大家讲说 这个川普过去啊 语不清人 就语不出惊人 死不休 对不对 他讲话一定是那种很震责的 然后就是很恐怖的 但其实不是 其实川普为什么在这个全代会 大家觉得川普变成川普2.0 因为从台湾的角度 或全世界角度 这个川普是个狂人 可是这四天的全代会 不是只有全代会 包括IRI的共和研究院 包括传统基金会 都帮他办了很多的政策的论坛 加上2024 GOP的平台 他政策基本上 就让川普的政策讲话 非常稳定 为什么 因为他用了一句话叫做 peace through strength 意思就是用实力来保障全球的和平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举的例子是什么 你看这个民主党这个执政的过程中 克里米亚被入侵 Georgia也被入侵 那个乌克兰也被入侵 那请问川普 他就讲他自己了 他说我在那时候 哪一个普丁有感动吗 普丁连多不感动 好像有道理耶 对我跟你讲 你不听觉得说 哪有怎么可能 在全球都觉得说 你当可能全球会动乱 听一听 蛮有道理的耶 你看连你都开始觉得有道理 不是他其实这个时候 真的没 普丁不敢轻起万动 再加上 因为我们连续参加 所有的参 我们讲参众议院的 共和党的智库 其实包括 你这样友台小组的 Bill Hatchity 然后包括这个Lindsay 包括这个Johnny 这些全部都是友台的 全部都说 川普的执政 一定会跟全球的盟邦 一起维护 包括台湾战略的自我防卫 所以他其实那个论述 是很Solid的 他不是说 我喊一些算话 然后我不讲 可是你看贺锦丽 难道他就就此作罢吗 其实不是哦 贺锦丽宣布要接任 要提名的时候 你知道一天的募款额多少 26亿耶 24小时26亿耶 代表大家对于贺锦丽 是有期待的 可是我必须要很持平讲 我们国民党是共和党跟民主党 我猜民进党也会这样讲 就两党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是谁当选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全代会的成功 让贺锦丽让整个这个民主党去压力 可是你看贺锦丽难道他就就此作罢吗 其实不是哦 贺锦丽宣布要接任要提名的时候 你知道一天的募款额多少 26亿耶 24小时26亿耶 代表大家对于贺锦丽是有期待的 可是我必须要很持平讲 我们国民党是共和党跟民主党 我猜民进党也会这样讲 就两党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是谁当选 可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贺锦丽大家对于他现在的总统的民调 还差二到六个百分点我觉得真的很拼 可是呢就像Nancy Pelosi讲的 就是裴洛西讲的 她说重点是不只有总统要赢 参众议院的席次不能掉太多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裴洛西确实哦 他在金主的募款往上拉了 然后他在参众两院的席次确实也secure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裴洛西这个我们讲到的贺锦丽出来 他是有功能的 他是有很严重的功能 所以这四个月贺锦丽要做什么 两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是南边川普攻击这个拜登说 你的南边这种我们讲动乱 你的移民政策一团乱 第二个就是你的外交过去贺锦丽 你都没有参与 都是布林肯就是拜登的核心会要参与 你要赶快跟布林肯把所有的外交事情搞清楚 我觉得才有奋力一搏的机会 所以你基本上看到现在的局势 两方打得非常热 八月是民主党的全代会办在芝加哥 这就是一个突围的关键 全球我们讲了这个民主党的这种测试也是精锐进出 怎么跟Milwaukee的共和党全代会拼是一个观察要点 不过这个还是请到她说Grace 当然刚刚就像年晃讲的对川普 台湾人有个比较基本的这个认识 但是对贺锦丽其实是有点陌生 但是贺锦丽现在不是说当选美国总统的几率是零 所以我们还是要知己知彼 当然贺锦丽你看她跟她的先生据说都有中文名字 还曾经在美国带起了什么起中文名的这个风潮 跟中国真的是有这么深的这个渊源吗 那当然也有人讲说 这个拜登或者是这个川普 他们在当美国总统之前 跟中国跟习近平好像也不错 可是上任之后你把美国人民当塑胶吗 后来他们上任之后 我昨天就讲了他们还是开启了一个抗中的这个大时代 而且现在还在继续的进行当中 所以这个贺锦丽上来到底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作为 当然还是要从这个人开始了解起 那就你的了解呢 我们先从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来看 大家看到这个川普被涉及的时候 一直到贺锦丽居然可能会代替这个 所谓拜登出来代表川选 有一部卡通大家都吓坏了 叫做这个辛普森家庭 辛普森家庭 辛普森家庭也准 预言卡通 准确地预测出这个川普居然被涉中 他居然也有预言到 结果呢大家来看这个不可思议的画面 这个画面呢 其实大家来看到这卡通的部分 这个这位这位女士啊 她叫做Lisa 那她在这个卡通里面呢 她的角色是什么 她是成为了这个史上第一位女性的这个女总统 美国 多久以前画的啊 2000年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画的 你就是24年前 就出现了 而且有趣的巧合是什么 你看着她 特别是什么 她带着耳环 你看她几点也带耳环嘛 带着珍珠也珍珠 可怕的是那衣服 然后居然也都穿着紫色的衣服哦 那所以呢 大家就觉得太特别太surprise 那今天呢 这个编剧就回应 她觉得非常的骄傲 然后居然也可以跟上这件事情 那另外大家一直在讲啊 就关于贺锦丽这个中国的渊源 渊源 那当然大家都想说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大家讲 她的名字确实是她自己取叫这个贺锦丽 那重点来这个锦呢 是这个锦 也就是说她其实不是一般的 我们常用英译的英译 而她真的有取她自己的中文名字 跟她的先生都有取 然后是专门请这个华裔的朋友 律师好朋友帮他们取了这个名字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 但是大家知道就是这个San Francisco 就是三藩市 旧金山的部分 那旧金山其实有非常多的华裔嘛 唐人街非常多人 那那个时候就开创了一个就是 官方的中文名字哦 那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说贺锦丽 首先开放的 那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当然是跟选票有关 刚不是说吗 就是在这个三藩市嘛 有非常多的华人 对 就非常多华人 那重点第一个就表示 她在这个华人圈里面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那不止有这样子的话 她是重视华人选民 所以她就引起了这个风潮 但是造成了一个问题 因为有非华裔的人 她取的中文名字 居然跟华裔的人中文名字有相跌 所以其实在这个去年 这个美国就定了一个法案 其实就不再让他们做这件事情 那另外还有很有趣 就是说其实她在华人的这个选民心中 已经是有一定的政治能量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观察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要讲就是名字的这个由来 汉化这个中文名字的由来 是不是她很崇拜中国 我觉得是一回事 但她确实很在乎华人的选票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真实的 那另外大家就说 她跟中国会不会走得很近的原因 就是她的先生叫这个任德龙 那任德龙的部分呢 就是欧华律师事务所 是国际非常有名的欧华律师事务所 那她成为里面的partner 那其实欧华在全世界都有 那当然中国一定也有 那她中国有设办事处 那她其实因为她里面的客户有都很大 都是中国指标型的企业 包含很多的就是中国国营企业 像是南方航空 东方航空 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 腾讯跟这个所谓这个抖音 也是他们的客户 所以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在四年前在选战的时候 川普就把他这个件事情点出来 他老公也因为这件事情 然后呢就就说这个先暂停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职务的部分先暂停 那所以很多人就怀疑 说他会不会很轻忠 对 先生这个任德龙 都在做中国的生意 那另外我要想啊 就是说呃就是吕秀莲前总统 前副总统 前副总统还有说到 因为她认为说贺锦丽 她从来没有受过检验 那只有选民才知道她 所以呢他跟中国的关系其实非常密切 他认为如果这个拜登突然间出现失智的行为的话 贺锦丽接任总统 台湾会面临很大的危机啊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之前的推论嘛 我认为这个副总统有他一定的论述的来源 就是刚刚跟大家解释的部分 对 那另外我要跟大家讲 确实贺锦丽在APEC会议的时候 2022年是有跟这个习近平见过面 但是我认为啊 就是说别人怎么说他 那不如我们来看 这贺锦丽她实际上 她做了哪些这个动作 跟这个台湾有关的 其实我要讲 就是说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 那这个贺锦丽呢 她有到这个所谓这个 她其实到非洲的时候 她也有提到 所谓这个中国不应该破坏 就所谓的各地方的和平 然后她其实有讲过这件事情 那其实更直接来讲 就是2022年的时候 9月份 贺锦丽跟南韩的总统见面的时候 她有说过就是说美国会致力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我刚刚一直讲她一直在讲国际秩序 那她说了她说会确保台湾海峡和平稳定 她是跟韩国总统的时候讲的 对因为她到亚洲嘛 所以她一直一直以来都在讲这个论述 另外其实贺锦丽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日本的海军基地的时候 她在美军的驱逐舰上 她也直接讲了 她就是说她讲一样的话 她的概念就是说 我也是支持就是台湾海峡的和平 她不认同任何单边的人去破坏这个和平的秩序 那她之前就有强调 那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贺锦丽她在担任参议员的时候 她跟了这个所谓跟她同党的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 曾经就是在二零一九年 就跟这一位叫做这个Marco Rubio 你知道她是这样子 她对于人权议题非常在乎 因为大家都知道贺锦丽她是很是非常重视 所谓社会主义的部分 所以人权议题也是 她在二零一九年针对中国人权 第一个在香港部分 她有提出这个这个所谓香港人权与民族法案 其实在二零一九年 这个法案非常受到关注的 那那个法案 她要求是就是促进香港人权并制裁 而这个法案是川普签过了 就录了这个所谓美国的法案 第二个是什么新疆 新疆议题在二零一九年也提高 就在美国非常关注这个新疆人权的问题 那其实呢 这个贺锦丽也一样跟这个Rubio 一起也是提了这个法案 叫什么呢 这二零一九年的维吾尔人权政策的法案 那在二零二零年也就正式 也是通过了这样的法案 所以我认为贺锦丽 她其实我觉得她跟轻重 或者什么关系 亲中国这关系 我觉得其实还好 因为她在人权的立场上 或者是这个所谓这个疆域和平的 这个立场上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 不过这个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点 就是台湾人为什么自信满满 因为我们可以问贺锦丽 现在的美国可以没有台湾吗 就算你上任以后 现在的美国可以没有台湾吗 不过也请教这个教授 那当然我们从一个这个大战略观点来看 我们未来这个面对的两位美国 可能总统的这个人选 是截然不同的个性 截然不同的走向 那对于台湾来说 那不管是谁上任 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面对 然后这两个人上任 又可能会对美中台关系 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目前整个美选的走势 你怎么看之外 那拜登在退选之后 其实各方都在观察 贺锦丽真的最后有可能定于一尊吗 裴洛西现在是出面挺她了 可是欧巴马没有讲话呀 所以贺锦丽在出现之前 到底是会造成民主党团结 还是会先让民主党分裂 这个教授怎么看 我想很清楚的一点就是 当7月21号 那么拜登在深夜发出 他的这个退选声明 对 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他内容 我们就了解到说他退选声明 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退选声明提到说 为了党跟国家 那么他必须要退选 然后他把他的整个的一个经济 就放在未来还有六个月的总统任期 他要做好做满 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观念点 那换言之他主动提出退选 他不是别人逼他退选 那某种程度保有他脸上的尊严 是我要退的 不是你叫我退的 这是非常重要 某种程度可以 建立他的所谓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总统的一个地位跟尊严 那么第二封他才写说我要推荐这个贺锦丽 当我的这个接班人 那希望大家支持他 当拜登讲说我还有六个月 那就代表说 他某种程度跟贺锦丽讲说 你就好好的竞选 我们分进合集 你竞选嘛 你是总统候选人加一个副总候选人 我是现任总统我有行政资源 如果好好的把目前美国所面临的一些政治问题 比如说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争 以资争的跟哈马斯的问题 或是美中在整个印度印太战略南海问题 菲律宾的那个海岸冲突 如果有个解决之道的话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行政资源 创造更多的政策力多 那么是不是有利于民主党的总统的一个选举过程 大家都忘了拜登手上还有武器 还有武器 他因为他战刃 因为他到明年的1月20号下达 他还有将近六个多月时间 所以他可以保有这样的角度 所以某种程度我也觉得说 可能是有这样的思考底下 分进合集 那么一样可以掌握局势 那么也就是说 透过这样子来团结一个民主党 才会有办法来对抗一个所谓的 深思在起的这个共和党 那么这一点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换言之拜登认为说 我做好做满 那么帮助这个贺锦丽 来进行更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说 贺锦丽他事实上 他已经开始做好准备了 那么他也开始做团队 但是透过目前的这个 新闻的民调或是很多的民调都谈说 他们他跟这个川普 差不多一到二的百分比 那关键就在说 有六个要摆州 那么还需要他们去琢磨 像这个俄金亚州 或是新波西哥州 这个都会变 郭教授我好奇 真的可能两个人只差这么近吗 因为都经过这个 强起这么大的一个事件 因为强起事件 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 那么可能会信者很信 不信者不信 因为这是有助于团结共和党内部人 所以看到共和党大会 每个人在右边都贴了一个纱布 很high 兴奋 那换言之这个川普 大家很会演戏也很会掌握时机 当他被刺服下来上来之后 还讲说这个fight fight fight 那么这个给美国一种感觉就是英雄形象 那么一个强有力的领导 那么这个是川普一贯的风格 所以贺锦丽如果出来那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他怎么样能够让美国人理解说 他也有这个世界领袖的这种资格 跟这样的特色 然后他也可以取代这个拜登 也可以战胜川普来这个进行这样的工作 所以未来这个整个后续的这个焦灼 还有很大奖 因为你刚刚提到的这个 这个目前的这个民调 是现在的民调是这个贺锦丽 贺锦丽还没有组成团队的一个这个问题 因为我刚才强调说 现在是他跟拜登分析合集 因为现在拜登的执政团队 不管是布林肯 国务卿或是国安顾问苏利文 或是副国务卿Kirk Campbell 那么他们在全球的一个战略视野 跟知名度都非常高 那么如果万一未来 他们在邻里之前 那么创造很多利多 比如说跟中国达成某种协议 或是说跟俄罗斯跟中国 跟这个乌克兰也有促进和平峰会的话 那这点的credit 这种是会回到贺锦丽身上 因为贺锦丽基本上 未来如果万一他顺利选政的话 那么他的执政团队班底 是不会有他的改变的 最多换几个总统部的 白共的幕僚长 或是几个重要职位 因为这些人还可以再带四年 因为是同样一个政党 因为美国通常都会有一个 四年一任任期之后 整个白宫华盛顿很多人离朝 大概一两万人会走 因为政党上来 那么下来政党就必须要离开 改双换代了 改双换代 那么这种巡选条件是非常重 所以我是觉得贺锦丽至少会了解到 这是他的一个所谓的强项 所以他也必须要透过这个强项 来进行更多的一个安排 那么不管是贺锦丽或是川普 或者是现在的川普2.0版 那么也有人讲说是2.0版 但是也很难讲 因为他必须要创造自己的一个特色 那贺锦丽必须要思考到说 我怎么样在2017年 那么川普的国安战略报告之后 那么2020年的 这个拜登的国安战略报告的底下 去思考我怎么来延续 过去拜登四年的成果 因为他强调说他要用经济 要用投资 要用联盟 这四个战略思考来强化美国 不只是让美国所谓的再度伟大 但让美国再度领先 刚刚美国能够领导世界 也就是说改变过去 川普在2017到2020年 所谓的孤立主义 单边主义所带来的全世界的恐慌 那么让这个美国能够再度 在这个民主党的一个同志以下 能够稳定领导世界 那么这是贺锦丽 所必须要这个思考的挑战 但是我是觉得 因为8月6号也快到 8月18号事实上不到一个月时间 所以他必须要做这样的思维点 但是如果贺锦丽上来 刚刚也提到很多人 叫贺锦丽跟他先生 欧华律事宿所跟道理关系很密切 但是我的认为 基本上他是在他副总统之前的 整个事业 他当在副总统之后 事实上这些事业都已经被拿掉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避免嫌疑 那么他副总基本上是卑微 那么事实上他没有声音 他只是代表这个美国总统 去到处去宣扬外交成就 等到他当总统的时候 他必须要来讲说 他负责任 那么他负责任的话 中国是美国 不管是川普或是拜登 少代以来所认定的国家安全 最大威胁 所以面对中国威胁 参众两党都有共同意见 那么未来中议院和参议院都要进行 所谓的抗中法案的建立 那表示说不管谁上来对中国都是强硬 那中国对中国强硬的话 那当然对台湾当然就有好处 我们怎么样来应用的问题 所以这整个团队来看的话 那么将来他们在正式 这个所谓的这个成为候选人之后 那么共和民主对垒之后 我们再开始看 因为事实上最重要是9月份的辩论 如果辩论不念的好 这个垫定他的基础 那么能够里应外和强化民主党 未来可能的四年任期 当然拜登如果再出其招 透过范斯 其实更多精进的一个战略的话 那或许最后的这个结果 可能可能就是 27比269或怎样 差一两个选举人的票数 那未来会不会再发生 2020年的川普要求民众 去包围国会上升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还值得观察 我会强调这个是因为 在新任的访问当中 辩论当中有人问川普 如果你说了 你会不会就承认这个数 他就固托而言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大的变数 当然现在大家一定很担心 哇台密台风呢 到底这个会如何的侵袭台湾 现在据说呢 这个清台跟台湾正面对决的几率 高达99% 只是呢这个路线还在这个修正当中 那除了台风之外呢 今天台湾的另外一个爆点 当然就是我们的台股 台股今天上演大惊奇 也让外界再一次的见识到 台湾科技产业的底子 有多厚韧性有多强吗 先从蔡英文总统先来 蔡英文总统的任内股市创下新高 税收创下新高 当然大家也都多次的 有领到了零用钱 但没有想到 蔡英文创下了1471天 台湾各位没有台风 哇真是太厉害了 那当然那时候也有时候也不太好 因为那时候都缺水 可是呢很奇怪哦 蔡英文总统他就是 每次呢关关难过关关过 每次到了时间点到 就突然间下大雨 然后台风一来就转弯 对对对 他反正就会事情就过去了 最后关头都会转弯 蔡英德总统首个清台的一个台风 现在凯米正式来做登陆了 这个也是AI第一次 被受大家瞩目的一个地方 因为AI已经算出来就说 这个台风呢先跟各位谈一个礼拜前 AI就算了 不管是美国模式欧洲模式台湾模式 他就是说会对着台湾而来 所以大家都在期待所谓的台风价 但先跟各位谈这个要小心 那目前呢因为凯米 现在各位都知道 那个热热到不行啊 每天那个风来都是热风 所以海水的温度非常非常高 所以他现在就是又大又胖 直接对着台湾直球对决就冲着过来 那所以呢大家现在都在看 特别是我们录影的时间是五点多 今天晚上的八点钟 包括了北北基桃的首长会 一起通电话完之后 决定明天是否上班上课 但现在呢大家都在盼着 所谓的休假的时候 其实这一波消防队很怕 那为什么很怕呢 第一个 这波进来了有可能是 所谓的西北台 加上这一波是大潮 所以水会退不掉 所以呢整个所谓的消防 目前包括了整个所谓的排水人员 现在都在积极的赶攻当中 希望能够让台湾的灾难能够减到最小 西北台来都是大风大雨 先跟各位说都是大风大雨 所以再跟各位说 该小心还是要小心 不要一直期待的所谓的休假 不能够只看一边 而见烈欣喜 好我们来看 最近的AI可酷了 马斯克他最近堆了非常多AI的一个机台 那堆了这么多AI的机台呢 每次都看到 OpenAI他们在那边耀武扬威 他就说好那我来搞一顿大的 所以呢他最近做了一个所谓的AI影片 扼诊这些所谓的政商名流 他真的很敢 他连教宗都敢扼诊 教宗扼诊 然后看这川普 川普穿的是球服啊 然后我们看习近平 习近平穿的上面是维尼小熊 维尼小熊 然后呢拜登呢 拜登是做整个轮椅出来的 我们看贺锦丽 哇你看你看 普丁那个LV多酷啊 拜登给他做轮椅啊 对他年纪比较大嘛 他真的谁都敢玩哦 好简单的说 现在很多人都再来跟各位谈哦 我一直认为AI是一把双面刃 就是可能会有很大利益的地方 但可能副作用也会不少哦 但我们这时候就要来谈谈 所谓的川普了 对很多人都说 那川普未来的世代会怎么样呢 我先跟各位来解析一下川普 川普他的作风很传统 川普他是什么 演员 饭店的老板 高尔夫球场的一个老板 本身他也有做一些 所谓的传统事业 他非常重视所谓的低利环境 所以原油呢价格目前大家在看是 原油价格会把它墊高 他会让页岩油重新来做启动 然后呢 他一直说政府要扫监管 所以最近比特币疯了 不要很快 不要很快 但是再来哦 他不重视环保 他一直认为环保是骗人的 绿电也是骗人的 所以他也是在批评 所谓的AI产业 放话要费所谓的联准会 这个会不会是美国市场 最大支的一个黑天鹅 这个目前都在看 但还好这两天我们一直跟各位说 这一波的下跌 不是所谓的基本面有问题 这波的下跌叫系统性的风险 原因就是在川普讲的三个字 保护费 就是那保护费 保护费保护费 这个保护费呢 让整个美国股市跌掉了 7000亿美金 真的吓死了 跌到通道西歪啊 那还好 回答这下呢 全村都救了 那加上呢台积电也涨了 台积电ADR涨了2.16 台股今天上涨了614.4 今年有史以来的第二大的一个涨幅 台积电今天涨了大概40块钱左右 但我们不得不来谈一件事情 现在AI越来越大 对不对 AI现在呢就架构来说的话 都是美国公司在做设计 都是台湾公司在从事 所谓的一个制造 可是大家突然间回头一想 几年前的面板反垄断事件 各位还记得吧 那个时候就是可恶的三星 他那时候去当什么呢 他去当窝离反嘛 那个时候呢台湾的各大厂 纷纷派着当时的美国区的董事长 去被押 去被押 其中最可怜的就是所谓的 陈炫斌董事长了 为什么呢 陈炫斌董事长那时候有答 他们拒绝承认说 他们就说 我们就是光明正大做生意啊 我们又不是什么偷鸡摸狗的公司 可是那时候三星就去剥离反 去做这些买就对了 单单官司走了6年半 陈炫斌那次关了3年 他关了3年的过程当中 整个头发都全部白了 思想也全部都改变了 那这波到底美国会不会 自己来抓自己的AI呢 这个我们要再来看 当初的面板 我们先跟各位说 当初的面板就是 韩国的公司 台湾的公司 跟日本的各公司 好再来说 黄仁勋的回答 跟台积电的关系 非常非常好 对不对 但最近有一件事情闹得很僵 什么叫闹得很僵呢 台积电目前有一套系统 叫做Cowars 先进封装系统 这个大家都知道 很厉害 全世界最棒的 可是黄仁勋就说 我跟你下单 下那么多 你要不要帮我做一个专线 要不要帮我做一个专线 那台积电的高层也呛啊 设专线你要出钱吗 第一个你要出钱吗 第二个 如果这样子的话 要不要做一个所谓的晶圆 专门做晶圆的一个生产线 对台积电来说的话就是 我们就一贯化生产 每个人进来做正常的一个牌单 我们一定会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 但我再来跟各位说 其实双方的口气都很狂 但台积电的做法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挥拿不是 台积电最大的客户 苹果才是 那再来苹果 我问各位说 Intel再来会成为 台积电大概前三大 或前四大的 联发客要杀进来 高通信这也在摩旋插掌 为什么呢 因为再来的手机要换届了 未来会进入全AI的一个手机 全AI的手机 包括了5G的一个 所谓的通讯世代 包括更强的一个运算 这个都要 所以先跟各位说 如果去做了所谓的 Cowars的一个专线 帮挥达做完之后 此利益开会永远没完没了 但今天其实我个人认为 最重要的这则新闻是 来我们来看魏哲嘉 西西卫 上任董座50天之后 最近股价是大喜三温暖 但我们严格来说 这波从700块涨到1000块 真的是涨快了一些 所以现在呢 魏哲嘉他直接说 我要跟各位说 过去全世界看台湾 那个观点是不对的 我们现在跟各位谈 发生什么事 现在全世界呢先进的 就是7奈米以下 7奈米5奈米4奈米3奈米往下 台湾目前的生产是92% 韩国生产8% 这个是事实 然后全世界目前的晶圆代工呢 有64% 是在台湾生产的 这个也是事实 但魏哲嘉说 不对不对不对 我们这个时候要把整个 所谓的供应链 全部都一折一折切断 我一个晶圆片开始做制造 一个晶片开始做制造 从整个设计 制造 封装 测试 还有所谓的IDM厂 谁是IDM厂呢 高通就类似IDM厂 Intel也类似IDM厂 那就现在来说的话 很多人就是说 台积电自己做那么好 我不要再养工厂了啊 我就把我的工厂自己砍掉 我节省我的成本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魏哲嘉就说 如果我们用重新定义完之后呢 从设计 生产封装测试IDM全部都分开之后 台积电在全世界的比重 会一口气往下当 当到28% 很多设计不是我做的嘛 很多封装测试是丢给吉他厂做嘛 那他现在呢 重点为啥要说什么呢 这个要化解美国的一个压力 为台积电来做解套 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 川普现在78岁了 要有一些川普旁边的欧 我是认为川普在装死 川普他懂 他现在只是说趁这个时间点 再修理台积电 再修理所谓的灰达 他不可能不晓得说 美国现在包括了整个国防 包括了太空的一个工程 包括最新的一个科技业 都是台积电在做 但现在呢 他不承认 他不承认 我个人在判读啦 八九月份 他会来一次所谓的大反口供 他一定会说 灰达是我美国最棒的一个公司啊 好在台积电呢 这个有这间公司 全世界最厉害的来帮他做生产 他一定在八九月快选举钱 为什么呢 因为到时候要急市场是大成嘛 但现在呢 整个市场在跟各位说 过去四年川普执政的一个时间 那个川普投顾 让大家苦不堪言 对不对 现在大家很担心 那个日子又要回来了 不过呢 这个我们还是要来看到 台北市这个狼狮 这个性侵幼儿的事件 其实还没有落幕 没有想到 新北市的板桥 又出现了虐童案 学伟 其实说真正 现在是怎么 别人的孩子死不掉就对了 你看现在传出来 新北板桥这个地方 这个福音幼儿园 是三名二师 三个老师 三个老师一起 一月八个童 你看 他在今年的三月十九号 到二十九号 他曾经就不当管教 至少十三次 你知道吗 真的看得起死 他如果说一般都出乳对待 打他的头 拿棉被丢他 竟然他那个小朋友 尿床 三个小孩尿床 他竟然叫他脱的裤子脱下来 叫大家笑他 你看 好糟糕喔 这对小孩来说 这不是造成一辈子的阴影吗 这怎么会发生在幼儿园 现在又怎么了 所以我都讲说 现在的幼儿园 你如果没有心 拜托你不要去幼儿园去 带小孩 残害幼苗 真的 对不对 没有那个爱心 别人的孩子 也要当做自己的孩子 对不对 不然你娘人那个薪水 你跟命的生安就对了 你看6月25号 这个时候召开这个幼儿园 召开家长说明会 这里面最严重的 江姓的幼保园 人家问他说 你个施暴细节是怎么样 他质疑他的时候 他说我想不起来 我都不知道 没这台事 后来有家长就火大 我已经看过监视影带了 一听到说 你看过监视影带 当场你看 一直鞠躬道歉 甚至还情绪激动 跪在地上 唾气哭泣 我说一句 你早知道这样的 幸好新北 这个眼很大 一开始你还说想不起来 对 家长说看监视器说 哭哦闹哦 趴地哦 对啊那幸好这个案子的话 新北 那个市政府有没有 他在快速再接到这个确定说 他虐待你看他在 5月23号 6月2426 接获三个家长报案嘛 对不对 就把这个高姓 江姓跟张姓的幼保员 不当管家有没有 裁罚 而且就6月就给他什么 停止招生 停办 停止招生 那可是很夸张的是 其中我刚才讲到说 这个江姓幼保员 他竟然2022年5月的时候 还就已经有前科记录哦 你看他还写下那个什么 切结书 他们以后绝对不会再犯这种事情了 对不对 写下切结书有什么用 那幸好你看2023年竟然 领到什么资深人员奖状 还领奖状 后来新北市政府出来讲 不不不 这个是资深人员是什么 跟GEO人员不一样 甚至他服务满10年 所以现在已经把他奖状撤销了 说你不行 早该撤他了 好啦这个案子幸好已经有止损 把这个6月的时候热令停招 对不对 那接下来怎么后续处理 是把他官员或怎么样的话 就看新北市政府怎么处理 可是今天消息说很夸张 这个福音幼儿园还写了一封公开信 说很多家长还是支持我们哦 对啦你说实在这没有用来 你说家长支持也没用 这个已经担心 他担心说会不会停办嘛 他现在只是停招 接下来会不会撤销 他幼儿园的资格 他现在不知道 还在做最后挣扎 可是我在跟你讲 侯友宜市长听清楚 这个滚起来滚起来 不要让他开了 好那接下来你看 这个我今天看到这一张图 我在讲说真的 现在这张图是怎样 无耻之人大集合嘛 对不对 我先说啊 你看我们讲过台北信医区 这个培洛米达幼儿园 有没有 哎这个园长之子 他不是设行 对这个狼师姓毛的吗 他不是设行性侵二十几名女童吗 查获了600多部那个私密影像吗 对 你知道吗 他现在竟然还翻供 还翻供 对他跟检方讲说没有 我没有性侵哦 我那天讲过他为什么要翻供 很简单嘛 一罪一罚的话 你如果性侵说真的 你真的滚到头脑脑脑脑脑脑 你会想要出来 对方说真的 所以你看 可是说实在现在很多女童都讲嘛 那时候他在性骚性侵的过程之后 还跟他警告说你不能说啊 如果不让他摸的话 太难了 人家的消毒瓶打他的头 你看 真的夸张 你敢说不可能 好 那我们讲回来说 现在 这个案子不是因为爆发吗 这个毛姓狼师去年8月不是被检方起诉吗 对 啊起诉之后9月开始的时候 哎 你知道吗 他进那个这个那个 哎 检方就检方啊教育局啊就下定说 你要暂停哦 带这个这个什么 带人 园长职务 他找了他大股东 原始股东有没有 一个王姓女子回来说 你9月开始代理园长职务有没有 你知道啊 这个毛姓狼师的妈妈 就是这个红姓园长 无耻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 他竟然啊 跑去人家那个幼儿园有没有 故意要闯硬闯要闯进去啊 闯进人家当然不让他进来嘛 那个遥控器怎么门手全部都换了嘛 对不对 他竟然 抢进去之后指控说 哎呀你这个王姓的那个 这个代理园长 拿了他的大小账 幼儿园的大小账 幼儿园你看银行的那个账户什么 存责都给他淘贴了 代理人啊 对而且还跟他理论哦 啊理论过程之中啊 不小心被王女推倒有受伤嘛 对不对 他就火大你看 哦拆到欧人 你竟然还把我打伤 侵占我的幼儿园对不对 他火大竟然去告人家 告人家什么你知道吗 侵占伤害强制 恶人心告状 怕人发救人 后来那个检察官讲说 奇怪你没台没钱 去幼儿园里面吵架 在吵什么东西对不对 你知道这个红姓园长 不敢跟检察官讲说 诶是因为他儿子涉嫌性侵案嘛 涉嫌性侵案被人家解除职务之后 正常 都能请股东来代理啊 他不敢说哦 你说啊没啦没啦 你这个 后来检察官一查发现说 诶就你儿子去给他性侵嘛 怎么这么恶劣的人啊 母子两个人关系 你是园长啊 而且你还隐匿这个事情的话 当然把你解除职务啊 还助纣为虐 他竟然跟他跟检察官讲什么 没有他儿子没有性侵 那个是人家诬赖他的 诬陷他的 哦这些家长诬陷他 而且警方那个说驱打成招 竟然对他儿子刑囚 逼他承认 哎你看 我来说无耻到重 地步啊 我说真的 这是怎么处理啊 没救 好那真的没救 没救就用法律来给他制裁了 好那我讲无耻的还有谁 柯文哲 对不对 他竟然昨天来讲话 不是说鞠躬道歉吗 受到负全责吗 对不对 那负全责 至少他有一个政治担当 所以你看 他负全责 尤其是现任市长 所以他的声量 有没有负面声量 哇比柯文哲更高 我说真的 你们这些人真的负责令 要给柯文哲 我现在说清楚 解释给你们大家听 柯文哲说要讲什么 他说讲万安 怕辣粮道歉 道歉五千很简单嘛 对不对 对不起三个字修出口就好了 可是你看道歉有用吗 要解决事情啊 如何建立制度 防止事件再发生更重要了 柯文哲讲 对啊 他说得不错 他好像做了很多的管理 做了很多的那个补救 好像跟他没关 好像都没关系 好好好讲话 你应该死好了 对不对 我跟你讲 现在慢慢慢慢 很多资料开始出来了 你知道 这个案子第一次报案是在2022年的7月 对22号嘛 8月11号 社会局有没有 就已经召开了一个叫扩大业务会议 里面记录记载哦 这个案子怎样 哎 这个案子还有陈淑妹 那个所有的家房中心的主任 他用事情召开的哦 连人事实地域都有哦 当初开会这个哦 检讨成立最重要的是什么 评估本案成立 妨碍性自主案件 妨碍性自主案件已经成立了 对不对 那成立之后有个鸟用啊 对了 我那天不是讲说 这个教育局要付最大问题 对啊 对不对 他竟然成立了啊 对不对 哎 你通报单都已经解出来说 这个狼尸就是园长之职嘛 对不对 2022年那时候就已经知道 狼尸就是园长之职了 其实那个时候 完全为什么立案 就是因为这个整个案子的真相 几乎已经很明确 可是教育局呢 竟然就隐匿 后来你看 教育局他讲什么 我刚才讲说家暴中心的这个 将教育局发出智慧单嘛 对不对 那时间是在7月29号 而且8月已经11号已经立案 对不对 你知道教育局 后来8月25号 填写回复单的时候 有没有 他写什么 他说已在校安的通报系统中 对不对 由教育局校员性侵害骚扰 或者是性霸凌事件回报系统 进行列管 哦 推给那个什么教育部 推给教育部 列管啊对不对 所以他竟然没有继续后来去查查明 对不对 而且他后来还竟然写了一个报告 叫什么 调阅监视器画面 因为没有查获任何事实的证据 所以这个案子就把它割下来 放在那边就不管他了 那社会局听说 你教育局没有查明这个监视画面嘛 对不对 也没有任何事实证据 那社会局就没有持续追踪了 他也开始摆烂不管 所以检方就想说你教育局说没事情对不对 没有市政嘛 社会局有没有追踪嘛对不对 所以难怪第一次那个毛姓狼师 会被检方不起诉处分啊 对 不起诉处分 干什么 长达一年的时间 让这个毛姓狼师继续在幼儿园里面 性侵这些小小小女童 所以就跟你讲 这个不是怠惰这是什么 你柯文哲现在还有那个民主出来 说哎 道歉没用要解决问题 你当初做了什么事情 我昨天就在节目里面讲得很清楚 就是因为你靠市府里面的教育局 社会局隐匿痴案 这个案子才会让他继续扩大嘛 夸张对不对 你现在出来说风凉化 你说这个有话不话 你有那个脸吗 我已经喊了两天 你柯文哲应该要下台了 退出政坛了 对不对 现在市政慢慢又已经开始浮现了 我之前也点名 教育局的那个副局长 根本就是整个事情始作俑者 而且他为什么敢出来隐匿 就是因为柯市府里面 包括你柯文哲市长 包括当初的社会局长周渝修 社会局长周渝修 你们每个人都已经把这个事情定掉 就是卖出力了 对不对 那人家讲现在出来 教育局社会局 根本没有在追踪这个案子 你错失究责的最佳黄金时间 你现在还敢出来讲说 鞠躬道歉很简单 我说实话 柯文哲现在不是鞠躬道歉可以出的 这个二十几个女童 一年的时间之内 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情 你让这个毛姓郎 是继续对他们性骚性轻 这个事情如果要追究下去的话 你柯文哲担得起吗 你们每个人都已经把这个事情定掉 就是卖出力了 对不对 那人家讲现在出来 教育局社会局 根本没有在追踪这个案子 你错失究责的最佳黄金时间 你现在还敢出来讲说鞠躬道歉很简单 我说实话柯文哲现在不是鞠躬道歉可以出的 这个二十几个女童一年的时间之内 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情 你让这个毛姓郎 是继续对他们性骚性轻 这个事情如果要追究下去的话 你柯文哲担得起吗 不过我请到这个年号 现在的双北市府 他们的这个教育主管机关 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啊 这个虐童案 在新北板桥发生这个 这个情节我们就不再细讲 但是真的有够恶劣跟夸张 好那他现在是说六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该人这个勒令停招 没想到这个福音幼儿园 居然还发了一封公开信说 哎呀我们八月二号再来开一下决策会 决定我们幼儿园是不是要停办 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这个状况 那至于这个北市幼儿性侵案 其实这个我们细节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当然最新的这个 讲完当然讲说因为他并现任市长 他也只能该刮承受 但是我们也要看后续 你前面已经出了这么多的包 后续能不能够处理得好 但是柯文哲讲 讲完道歉有用 又没解决事情 谁都可以讲 柯文哲出来讲是什么意思 而且周刊爆料 原来去年通报单就已经讲 这个狼氏又是园长的儿子 当时柯市府的教育局 居然相信园长护儿的鬼话 我是觉得我们的政府 特别是卫福部 要好好检讨一下这个 关于儿少的性贫案件的法律的保护 真的很恐怖 因为现在我发现这不是个案 就不管新北或台北市发生的案例 法律原本是要保护被害者 就希望不要被害者受到这个 因为身份或个资曝光 让社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但是结果我们法律因为执行的太过严格 变成保护加害者 那保护加害者会有个什么现象呢 大家投鼠忌器 没有人敢讲 没有人敢讲就是干坏事的人就继续干 你看这两个幼儿园 我今天不是讲说媒体知不知道 是连这个幼儿园的原生的家长都不知道 对 你不觉得出了这种事应该要通知家长吗 是啊 原方应该要通知家长啊 当然我我未必主张说一定要公助一次 因为有可能是在司法确定之前 有可能他最后是无辜的 是被误会的 这个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先通知家长 对啊 你让家长可以对他的小朋友做 做一些说明或一些叮咛 或者说你让家长决定说 那我好 我不要冒这个风险 我是不是要转圆 这个家长至少可以观察每天 没错 观察啊 注意啊 台北的案子是这样 新北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会有接二连三的受害者 就是因为家害者 他有恃无恐 他想说反正没人知道啊 你们知道了 原方知道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啊 因为原方也不想把这事闹大嘛 原方心态我很理解嘛 这事闹大之后可能就停招嘛 轻微停招严重可能就撤照嘛 撤照那我就没了嘛 因为现在幼儿园真好谈到 对啊 对不对 所以原方的心态一定是这样子 那你这时候主管机关拿出公权力来嘛 对 我就从台北市讲起 柯文哲在2022年 当时七八月 当时柯文哲市政府 我跟你讲 每个局处都在想选举啦 每个局处都在帮华生安在写白皮书啦 所以没有人管这件事情嘛 明明报案有通报记录 今天林彦凤讲 从报案 校安通报一直到开始去查 五十天 五十天 这案子拖了五十天 难怪你掉不到监视录影带嘛 你查不到 我也要谴责一下 2022年七月那时候 承办的检察官 你有认证在查吗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查扣 对耶 你当时如果查扣这个嫌犯 这个毛姓嫌犯 有可能可以阻止 后面的人继续受害 没错 因为当时因为 就查无识据 所以这个毛姓嫌犯 他就实随之位 他胆子越来越大 反正我都干了这么可恶 这么无耻的事情 没人知道 法律拿我没责 我就继续做嘛 而且我们后来一看 那才知道说 天哪 几乎幼儿园 所有的女童都受害 因为二十几个 那个幼儿园五十几个学生 只有一半 一半女生 几乎没有一个 幸免于难 所以2022年 那个第一次 报案那个检察官 我觉得你现在 你晚上睡得着吗 如果你有小孩 真的 你心里作何感想 你当时 你说查不到证据 是另外一回事 你有没有认真在查 你当时如果去查扣 他的手机电脑 搞不好已经破案了 没错 对不对 好 为什么这个事情 大家都这么不在乎 照理说现在 扫子话应该每个小孩 都是宝贝 可是每个小孩 他不是只有父母的宝贝 他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的宝贝 没错 怎么可以这样子办这个案子 然后台北市政府 更好笑 他说他去查了监视录影带 看不清楚人 只能查到这个受害人的衣服 只看到这个受害人衣服 那我就问你台北市政府 这个幼儿园 只有二十几个女生 你知道日期 难道问老师说 那天谁穿什么衣服 你问不出来吗 对 要不要查而已 要查一定查得到 记不记得当时台北市政府 有人丢资料给记者 台北市政府还说要撤谎 柯文哲还说要撤谎 还要撤谎 要撤谎去查谁泄密 那你为什么把这个精神 拿出来查这个嫌犯 这就是他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对 所以我跟你讲 柯文哲 以前我们常批评他说 很勤于道歉 但是从不改正 他现在是连道歉都不屑了 你还有脸讲讲话说 道歉不能解决事情 我跟你讲 你连道歉都不会 你连道歉都不会 真的 到目前为止 柯文哲有跟大家道歉吗 没有 这件事情如果责任十分的话 我认为柯文哲占七分 因为第一个案例 发生在他任内 而且你已经做了 七年半的市长 你对于整个市政运作 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照理说该谁查 谁就去查 那为什么校安通报 而且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嫌犯这个可疑的嫌犯 是园长的儿子 对 你竟然还相信园方讲的话 这已经不是没有知识 这根本连常识都没有 真的 园长要保护自己的儿子 要护短 这很正常 这叫人性嘛 那你怎么会完全相信园方的话 我都怀疑园园方到底跟官方 有什么关系 对 我现在怀疑这个园长 八句真假 对啊 对不对 他说什么都相信 对 你看 第一个查案的检察官也没有很认真在查 然后台北市政府也跟他也很好 对不对 而且教育局的承办 承办的人员跟原 跟原方的人 还有私下用line在通话 还在讲说 是停招还是 还是撤照 这种事情可以讲 而且不是性威胁 他这个通报上面已经告诉你 妨害性自主了 没错 这已经很严重了 对啊 这已经很严重了 结果你们竟然放任这个老师 这个教保员 幼保员继续在这个学校 交了一年 整整一年 如果扫掉这一年时间 如果柯文哲认真查 对 在那个时候已经受害的 那我们就无法弥补 但是在那个之后才受害的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样事情发生 我一直在强调 这不是 这不是说被诈骗集团骗了钱 骗了钱 我想财务上的损失都可以弥补 这是生理跟心理上的伤害 请问你拿什么弥补 对 柯文哲你自己有太太 你自己有女儿啊 你难道不能将心比心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为什么当时忙着要选举 结果什么事都不管 整个台北市政府陷入空转 所以这件事几乎没人管嘛 周宇修你当时社会局长 你还有脸想说近期可能 对 周宇修你还有脸在民众党 近一切可能哦 你现在还有脸坐在民众党 而且民众党马上要办五周年党庆 你们有这个脸办党庆吗 这个是你们民众党执政 当时最早执政 也是唯一执政的一个 最大超级大的污点 你们现在还有脸 在那边欢欣鼓舞的 在办党庆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新政治的 你连这种事情都处理不好 我觉得你根本不配 在谈什么新政治 柯文哲甚至比很多 被过去被我们批评的 那种老旧的政治人物 更迂腐更护短 你到这件事情 你看得出柯文哲 有一点点回忆吗 对 没有还在奚落讲万安 他有什么资格 你那边处理好没后面的事 好不好 讲万安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是至少 他一个态度有出来说 我就概括承受 我跟大家道歉 对不对 那柯文哲你连最基本的道歉 你都不肯给 你还有什么脸批评别人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你以后 如果你要继续选举的话 这件事情 他就跟佛帝模一样 他会永远跟着你一辈子 不过 现在大家都在看 蓝白的这个业障 会不会都集中在他身上 就是这个谢国良 好 那这个谢国良说 他对这次罢免的门过关 他非常有信心 但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真的又这么有信心 为什么会传出呢 要寄什么罢免查询单 2.5万份 那据说呢 收到这个查询单 有三个步骤 这个山海公民菜狼行动 这个先报的料 你收到以后要打勾盖章 然后拍照留存 然后再挂号寄出 这不是刁难什么是刁难 然后团队小蜜蜂呢 就说了 他们要再次走向街头 募集联署出 这次我冲破五万大关 看你还怎么这个坐手脚 那金融市议会的议长 佟子伟呢 也被问到 查询单没有还 是不是等于取消联署 他说呢 法律如果没有规范 市府单位是不能这样做的 但如果金融市政府 坚持这样做的话 中选会呢 可能真的要介入了解状况 那台湾经营党秘书长 这个吴新代人 则说当年高雄的 这个韩国瑜市府寄出的查询单 也不过只有一半回信确认 现在金融市选委会 竟然求援当裁判 把联署出一半 是要将视为无效吗 所以他痛批谢国梁 末世民一比 这个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更没羞耻心 但是呢 这个在这种当口 金融市府至少绷紧神经 把螺丝松拴好吧 没想到这个时候又爆出说 社会出竟然又发生了 男科长疑似性骚扰 女性同仁这个事件 而且呢 还被这个议员爆料 这名科长后来还被升官 好那这个谢国梁说呢 大多数选民不再能罢免 如果民众按照自由意志 出来这个投票的话呢 哦我可以顺利过关 一直出包 你真的有信心可以过关吗 可是我们看到 白银现在已经表态了 民众党立委林国臣 反对罢免行动 认为呢 无论是里长议员 还是其他职务罢免 都应该要慎重对待 还批评 其实这来讲民进党 在处理罢免的时候 要保持低调啊 确保罢免的这个正当性才对啊 那就请到这个静怡啦 当然这个Grace你怎么看哦 白银现在在这个霸梁 这个事情上面 是不是态度已经出来了 真的要挺到底吗 难道说克文哲真的已经跟 谢国梁这个做一个整合了吗 那你有怎么看在这个时候 哇金融市政府还敢继续出包 谢国梁还这么有信心 到底为什么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目前我们来看哦 柯友友就是会倒霉 柯友友有谁 你像陈崇文 就要被抓去了 那另外一个谁 杨文科 杨文科也是嘛 贪污嘛 土利嘛 然后来高文安 高文安明天就判嘛 看会怎么样啊 那我们来看谢国梁嘛 谢国梁现在有柯文哲是保命符吗 还是说是沾到 柯文哲 沾到屎吗 对啊 你要说柯文哲现在到底是倒霉鬼还是保命符吗 我觉得谢国梁是要去想清楚的嘛 那林国成呢 跳出来他反他直接表态嘛 他就是他认为就是说 不管是这个里长啊议员啊还是什么的 他是反对罢免行动 你的反对是为了什么反对 他的反对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啊 为反对而反对 这种是干嘛 这种叫做什么 叫做民主倒退的智商 那林国成呢 跳出来他反他直接表态嘛 他就是他认为就是说 不管是这个里长啊议员啊还是什么的 他是反对罢免行动 你的反对是为了什么反对 他的反对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啊 为反对而反对 这种是干嘛 这种叫做什么 叫做民主倒退的智商 哦 对啊 他只是想要反对 他说不出理由反对 我只是想要反对 就卡提诺法学院的逻辑嘛 这就是这个林国成 但是大家要关注啊 之前柯文哲对于 这个所谓这个差量行动 他的说法是什么 他说是蓝绿恶斗 对 那你知道这些小草其实就很不高兴啊 哦 本来是小草嘛 就他听到柯文哲讲这一席话 傻眼耶 你柯文哲不是最在乎公民运动的吗 对 公民行动的吗 难道我做这样的差量是错误的吗 嗯 所以其实柯文哲当柯文哲讲了这句话 其实也害到了谢国良 为什么 有更多的回头草嘛 嗯 所谓这叫做回魂草 他们已经回来了 回魂草 再也不会去支持柯文哲之外 会不会反而更支持差量的行动 哦 会啊 因为现在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原来你民众党 也不是一个好的政党 原来你柯文哲 七点半开会都开假的嘛 嗯 所以这些觉醒草会不会醒来 会啊 所以你说他会不会帮 他会成为谢国良的助力吗 我觉得不一定 搞不好 觉醒草只要醒来一万科 对 这样谢国良马上倒台 对 这是很重要的重点 因为我要讲 大家要知道 这个幼儿园事件 再加上所谓高安 明天这个贪毒事件会被爆出来 我觉得这些事件的综合 会影响民众党非常大 而且会不会有外扩效应 会 也就是说柯文哲所支持的人 这些人也都可能会有问题嘛 我具体来讲像是谢国良 我非常想像这个社会处啊 有所谓疑似性骚扰女性 这密兔事件出现 结果居然这科长还会要被升官 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就代表这些公务 这所谓的这个管理人啊 一点都不在乎姓平 对 不可思议还升官呢 对啊 就像是柯文哲一样啊 你看大家以前一直说啊 柯文哲根本就是比较无情人血的动物嘛 那结果你看 他怎么样看待小孩子的案子 对 对啊 而且我觉得更可恶的是什么 民众党居然啊 还想要去开这个所谓的 针对于这个幼儿园的安全议题座谈会 他们居然是想要在什么时候开 7月24号 明天开 反正想要明天晚上啊 这个台北市党部要开 拜托 到底是谁需要来检讨跟交换意见 拜托你们 把党主席抓出来 不需要开这种什么莫名其妙的会 把他抓出来好好检讨他嘛 对不对 他就是永远都不道歉 那你民众党还好意思开这种会 我觉得非常的不要脸 那因为我要讲哦 再讲回来所谓的这个谢果良的问题啦 谢果良问题是所谓查询单的部分 谢果良他在大家的媒体前面说什么 说不知道这件事那是不是有2.5万份他也不清楚 他每一次在媒体前面跟大家回应跟实际的背后行为动作是相反的 代表什么第一个他害怕 第二个他这么作假的状况之下 基隆人会不会发现 会啊 那结果呢 这个所谓的同时尾就收到了所谓2.5万份要记性的这个费用的这个单子 说希望议会通过 对 那请问一下你们不就是硬要干吗 台台说我没有要干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的奇怪 另外我必须讲民众党跟谢果良怎么要合作 据说啦四月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讨论好了 哈四月就讨论好了 据说四月谢果良团队跟民众党团队已经讨论好 所以他们认为有信心要启动热罢免 对如果没有民众党的这一条他们其实没有什么信心 他就抓住了说好我们蓝白一起来做热罢免的话 那谢果良就觉得非常就是觉得自己非常稳固 所以才这么有gas嘛 然后还找了马英九来嘛 他完全没在怕的啊 为什么因为他认为马英九是所谓的什么 不是国际巨星耶 是国民党巨星耶 对然后人家就跟他讲说 你确定你要握他的手 其实你可以假装有伴手礼就不用握了 从头伴手礼给你 谢谢 或者是总统买菜菜菜我帮你拿 这叫 那就不用握了嘛 就没想到他是两边握在一起又举在一起 哇更用力的握啊 他以为夫妇可以得正是不是 对但是这个表演的动作你要演给谁看 你是要演给基隆市市民看吗 这对你有加分吗 对啊 所以我要最后我要提醒一下谢果良 大家已经说了嘛 我们要的不是杨宝珍 要的是安心呀 对不对 那基隆也说啦 我们要的明星啊 不是马英九 我们要的明星是谁你知道吗 是罗志祥好不好 罗志祥才是基隆的巨星 我在这边提醒一下谢果良 不过大家要问您一头 这2.5万份的查询单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故意刁难吗 那这个谢果良是真的这么有信心 哦这个这一次的罢名一定可以安然过关哦 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猜良行动的公民团体 从头到尾就只有我敢我敢讲 就是你们这些民进党政治力介入 然后你们这些年轻人很多都跟这些民进党 这个同志委千事万里的关系 过去是我敢讲 确实啊 可是现在我必须要讲 现在不要管你是不是跟民进党有关系 你今天把马总统跟谢果良的图改图 你在讲说是民音 那请问如果今天我来改你的图 我把你上海公民写说支持谢果良 你会不会cheap point 会啊你会在地上 怎么可以这样子 国民党怎么可以改我的图 不行啦秀民主的下线 怎么可以这样子 这根本就是我们讲的假讯息 D-fake对不对 他们也会这样讲嘛 所以我在讲说千万不能成为民主的双标载 这些年轻人 你要讲说基隆的环境 基隆的这种健康的政治 你要走你的公民意识 我没有意见 可是你改图就是踏到了我们民主的底线 踏到了基隆人会觉得很不爽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最近是什么 基隆的庙口啊 那个我们讲的这个自治会的那个组长出来啊 在LED上写什么 不要为霸而霸 谢文贤先生他是什么 他是摊扮 他是看不下去说 你怎么这样子 每一天就站在我那个庙口的那个摊扮前面 这个来来来牵 霸掉他霸掉他 他觉得负能量很多 所以他觉得说 这整个的作为是不是已经扰乱了整个基隆市民 大家的健康跟公民的互动 所以开始有这种民众不同的声音开始 真的吗 台南自然这样 桃园还有贪腐的现金首长 你来管我基隆干嘛 所以你基本上这个声音渐渐出来了 那今天最新的状况是什么 是这个民主党在讲说 你那个选委会啊 你怎么可以记2.5万份的查询书 你记2.5万份查询书 你就是找我麻烦嘛 因为记我记查询书 就代表你认定很多都是假的 那可是这件事情的细节是这样子 基本上整个选委会总共是四万多份 那一般来讲 通常这个民政局会先框一笔预算 给议会过关 因为休会期间他议长会要同意 要把这个经费做垫付 他只是说2.5万份框一个预算在那边 那假设我们的选委会发现 假设有三千份还是两千份还是五千份 有问题我才会把这五千份寄出去 所以不是说我会把2.5万份都寄出去 那可是猜粮团体跟民进党要行诉什么 行诉这中间有鬼 这中间有人上下其手想要干扰 想要用政治力让整个猜粮团体有压力 没有压力 真正有压力的是你们猜粮团体 给基隆市民的压力 所以我从美国回来也注意到 基隆这个火车站前面 对不对 有一个叫做新宇航空的良庭 很漂亮 晚上的时候 你坐在那个良庭后面是那个感觉 好像是飞机的橱窗 那就让人家感觉那个温馨的感觉出来 觉得一点一滴再把基隆的市政做好 所以我真的觉得到这个阶段 你猜粮小 你猜粮小组要寄出做你论出 我没有意见 可是千万不要秀下线去改别人的图 然后呢 这2.5万份 我觉得基隆市的选委会 也要遵守中立的原则 如果今天是三千份 你就记三千份 今天是五千份 你就记五千份 你不用觉得就说 一定要记到一万份或哪里 没有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依法 然后很干净的来处理 就像那时候 猜粮小组跟这个选委会的副作 一样看 有觉得有问题的 那我们复查 那觉得成功了 那到最后就接收这个案子 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 讲到这个谢国朗他讲的 他说 阿多数的选民是不赞成罢免 如果民众按照自由意愿算投票 自己应该可以顺利过关 他在暗指谁 他在暗指在猜粮行动罢免 在联署的过程 最后一个礼拜 民进党介入嘛 那在这个整个的投票 如果你民进党不要介入 让民众选择 那当然是不会过的 不是啊 金融市政府也不能一直出包 那之前说什么买二手公车 结果不但这个抛锚 还什么漏油 还坏人摔倒 然后现在这个还有什么 连这个信骚案都出来了 对那个二手公车 其实从这个林佑昌时代 到谢国良 他们都有买过这个二手公车 那我觉得大家对于市政内容的讨论 我都接受 就说做的要更真完美的地方 那当然要有值得检讨 但是我真的也要提醒 就是说现在谢国良要回归市政 那政治的议题看起来是交给 基隆市党部来做政治的攻防 可是你不能 基隆市本不能有任何意思 在出错了 因为现在有出错 都会被人家放大十倍二十倍 那你在这过程中 攻防就很难打了嘛 而且你在过程中 很多的市府的同仁会觉得说 那你这个东西 你跟我是不是同心 那我如果推出这个政策 我能不能好好的在我这个岗位上 好好的推展市政 所以我真的提醒 在这个两个月是很关键的 政治的攻击 好好的 我可以得与你 好好的 中国的 我们不会很难过